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抽菸只有兩個例子 就是你錯過了這個 CN區在哪裡 在 CN區在哪裡 你問一個 CN區超穩的 超大的 借過一點之後想再借 就是因為小孩子 有一次我把菸放在桌上 老大還小 走過去就拿起來吃 因為太辣就在那邊哭到最後 準備在借以後就想 這是我的輸入以後 我把菸放高一點就沒事了嘛 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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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果結果 就沒有在進去 打火機會很長 不見操敗的 我真的覺得打火機是有生命的東西 而且我上面還寫的 結果是 我LINE還沒有不見 好沒關係 我第二天就記住這個事 然後想起來 謝謝 好 好 好 嗨 大家好 我是余軒 五光女生年曆持續熱帶中 您買了嗎 請問我 嗨 歡迎收看國光班 讓我吃飽 嗨 好秋涵 大文 加油 好冷喔 有那麼冷嗎 這個人生中就做錯了一件事 就是學會了抽菸 那這個抽香菸之後就會有戒菸的問題 今天我們要開的是國光戒菸班 當你戒菸的日子是什麼樣的日子 今天在場的都曾經戒過菸 有成功 有失敗 有來混通告的 好 先抓那個混通告的 對 來 馬太 白拿出來 抽菸抽多久了 六年 還好 還好嘛 很短的抽 戒了啦 六年而已 戒了 真的 不是啦 六年不用戒 因為太短了 沒有 因為 不用戒 要戒啦 不抽也無所謂的 對 要戒 你不能三十年後 再來上國光班 抽了三十六年 真的嗎 你們要你抽菸會為什麼開始 就是我每次去餐廳的時候都是 大家都說走到我去抽菸 然後他們就全部去外面 就我一個人坐在那邊顧 他說那你幫我顧你嗎 那你幫我顧一下包包 我就一個人坐在那邊 也不知道幹嘛 對 然後上門後來 怎麼會不知道要幹嘛呢 顧包包啊 對啊 這樣就顧包 然後後來那個 在夜店上班了 然後我在夜店上班 我一兩年也沒抽菸 後來才去 他們就說 就是都會去休息 他們說我抽菸休息 然後就一個人在那邊 然後調酒什麼的 那種東西講完 我後來發現好像要學一下抽菸 要不然人家常出去 外面認識一下朋友 要不要抽個菸這樣子 那我都會說不抽 人家就會 你拒絕了我的好意是不是 不給面 對 這個差很多 對啊 有時候夜店 我遇到一些那種可能兄弟 好啦 抽個菸 那我就 後來就學 沒有啦 就算不是兄弟 一般那個 第一次認識會打菸 聊個癲 對 客人也好 我跟你講像我們這一代 就比較懂 因為去當兵 沒有不同 真的 我們那一代的時候 對菸沒有概念 覺得就是應該要抽 連小孩子抽也OK 對 沒有啦 真的沒有啦 真的 國中生小朋友很多嘛 他是壞蛋 我們叫他 不過當兵 我們當兵的時候 就是有配幾香菸嘛 好像兩條 兩條 一個兩條 永遠就是 月初的時候就很有行情 對 到了這個二十六七號的時候 就把那個國光菸就拿出來 什麼對聯的嘛 對... 對聯 幹什麼 沒有 因為我們在討論中有配香菸的 問題 因為偉哥說愛 你幾T的 對 因為我比較慘 你年紀跟我們差不多 你能猜到哪幾 幾T嘛 我一腰 而且 林醫公對你今天講什麼的 因為我忘了 我忘了 我們是在裝甲師 我們是在步兵師 聽過這種 你看過他演過的電影沒有 看過... 他差一點死在彈車車裡面 沒有... 看我... 沒有... 加上演習沒有 我漢光四號 是... 其實... 我們美軍二十四世界大戰的時候 三十個月 佩起Lucky Strike 各位 我們要比什麼 收復在意 四十八十 孫雲良 正軍的 正... 我們要比什麼 好豐富在意 不是 我跟你講 菸是怎麼樣 對 我們在裝甲師 為什麼我們今天講到 抗戰的能夠 很強 郭娃 以前抽菸抽多久 你也算很小 這個七年 這個九 其實我跟你講 我一開始抽雪茄的 一開始在那附近 這麼一保對面的店有沒有 一下子有沒有 以前就拿一根雪茄 先去那個雪茄館 買一根五百 OD OP&DEM嘛 DEM嘛 買一根五百塊雪茄 靠在吧檯那邊 那樣子抽雪茄 帥喔 迷死多少妹啊 真的假的 後來覺得 一整碗抽一根五百塊的沒了 好傷喔 想說好不好 那我就改抽菸好了 可是這樣子 人家抽雪茄沒有吞下去啊 對 雪茄沒有吞下去嘛 對不對 就嘴巴裡面常常味道吐掉了嘛 所以我開始抽菸的時候呢 因為我那時候出外景 跟工作人員大家很累有沒有 然後大家大家都在抽 我想說也很累 那是不是 好像他們抽的精神會比較好 那我就跟他們擋一下 抽抽看 結果一抽之後咧 然後那個主持人 跟我合作主持人 他說 因為你知道我習慣抽雪茄 所以就沒有吸進去 你知道嗎 我說我有嗎 我應該有吸進去嗎 他說沒有... 其實應該是要這樣子 你才會吸進去的 然後才慢慢學說 原來是抽菸是真的要那樣子 吸到碎裡再吐出來 真是不好 馬尾賢抽幾年了 誰在乎 來 誰在乎 二 三年 從專四 專五的時候才開始 好 我知道 來... 你今天穿那麼帥 很難拿耶 不要很帥 聊一下 聊一下 一開始 早來不跟他聊 怎麼樣抽菸的 一開始怎麼抽菸的 一開始 好 知道 謝謝 我們在講 你這樣 你這樣 完全不想聊的來賓 男生弄下臉 不要這樣 來...你剛剛的問題 去舞廳的時候 去舞廳 舞廳的時候 哪一家... 我永遠記得 你以前抽的包裝哪一家 Dana 女生北 而且我永遠記得我第一次買 第一次買菸 就是也是因為說 大家同學 因為每次都有人要請 然後他們就比我說 你要去買一包菸 那什麼菸你自己選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 我第一次抽菸抽那個 MORE MORE 長的那一隻 紅的 糖情紅 咖啡色那個 然後涼菸是綠色的 對 涼菸是綠色的 那個抽起來甜甜的 那我就覺得那個 我覺得 我一直認為說 抽香菸要有味道 就是吃那種甜味 抽起來才會順口 那我永遠記得是抽那個 然後那一包我抽了一個月 因為很貴 因為一百塊錢 那時候 零用錢 一天才五十塊 你有沒有出息 連他五百塊 一個完就抽完了 沒有 他爸爸是誰 對 他爸爸 他爸爸情漢 不好意思 自己賺的錢買了好不好 身份不一樣 結果說不要跟他聊 那是玉包莫抽一個月 那是什麼好聊 其實我本身 我從小我討厭煙味的 因為以前我住的房間 因為我奶奶他們以前 就是打麻將 都在我房間裡打 所以那 每個老人幾乎都抽煙 所以我每次睡覺的時候 就是一直在被那個煙味噓 所以我從小 我個人是很討厭煙味 所以我想說 長大之後 我怎麼樣我都不要 不要抽煙 不要抽煙 而且我要告訴人家說 抽煙有多麼的不好 好為他抽煙 對 結果後來還是抽的 林俊鋒你是運動員 怎麼會抽的 運動員就不能抽煙了 不是啊 運動員抽煙 不是會玩笑那種嗎 就是 他沒差啦 迷思啦 對 可是對你打絕有沒有差 剛開始的時候會很喘 但是那個 不是 昏倒了 繼續過去 好啊 其實就是以前那個學長講說 你三十歲以前抽煙 對體力中沒有什麼影響 所以我們就是有這個迷思 你抽了多久 我抽了差不多這個 所以一歲就抽煙了 沒有 國小三年級 國小三年級 那個好玩的不算吧 不是 後來就真的 每天都有在抽煙 對 因為國小三年級 就是朋友就說 學長都拿煙給你說 這個 當我們剛開始抽的時候 會覺得煙很抽 你是延灣大學的 不是 因為我們南部小孩子 你是南部 哪一個縣市 延灣 屏東 高雄 高雄 對 但是你住在延灣裡面 我們小學六年級 都會騎摩托車了 你覺得 不是 你們抽煙應該是 一根煙大家輪流抽吧 對 因為那時候沒錢 因為那時候七星三知識塊 閃煙 是喔 對 閃煙 大家都買的 你也買過閃煙啊 對啊 我剛剛一直也講說 因為我就太早就抽煙了 可能人家閃煙什麼牌子 七星 你閃煙什麼牌子 藏售 有時候還買到新樂園的 新樂園 所以可憐一個 新樂園沒有綠具支兩塊 沒綠具 可是像你這樣 就是你抽煙 那你又打球 你不曾想過說算了嗎 有 有想過 我說打球會方便算了 代價會不會太大了 好 陳薇明厲害了 我出來後面 當然是抽煙最久的 對 因為連領對搭 一甲子 年齡也對搭 一甲子 一甲子 存在什麼環境 三四吧 三四 三四 也是國小開始抽了 沒有 是 真正學抽煙 是國中二年級開始學抽煙 國二 為什麼呢 也是差不多 那個時候哪有為什麼 那時候就大 小朋友就 在一起玩 混在一起 就覺得有什麼新鮮的東西 我爸有把他點轉 大家就好奇 我爸有把他點轉 對啊 就是其實很多人好奇 抽煙是什麼感覺 我覺得只有 頭暈暈的 剛學的時候有感覺 其他時候我們現在抽 哪有什麼感覺 你們有感覺 後來抽就是習慣 對 我覺得 不會特別開心 也不會特別 不會特別開心 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要抽那個 就是習慣的問題 所以你國二開始抽 就到現在一直沒有停過 睡著了 你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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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是應該怎麼回答 撐口氣 等一下 郭董哥 是中天氣 你要隨便不雜話 你又很擔心 嚇人好不好 你也沒過來幫我GPR 不是 我剛剛嚇了 我都看你一下 郭董哥 我看他撥電話 白雲 快 沒有 我在想怎麼回答 就是 當然中間 你也有想過說 借菸不要抽 也有過 可是你說真正停 沒停 沒停 就借過一次 很長的就這樣 我問你們 就是抽菸 一定抽抽被抓到 付出過什麼代價 其實還好 因為我 我其實小時候 是偷抽我爸爸的菸 誰跟我爸都會 多少 就是 小學嗎 小學 高中 國中 然後那時候 因為那時候 國中我爸也跟我住在一起 高中他就是 沒有住在一起 然後 他的菸 他都床頭都會擺 那時候我爸都會去 叫那種旅行室 導遊朋友 旅行室回來 一次就帶兩三條 帶了多條 都擺大胃 抽洋菸 對 都擺大胃 就一腳一腳 他年紀小 床頭過 然後我就不知道 我爸 然後我就有一次去 他房間門打 我就說有菸 就偷了一包 過來這樣 抽第一個 就覺得頭好暈 然後就把它藏起來 我還記得我把它藏在 冷氣機上面有個縫縫 就是跟牆 天花板的一個縫縫 放在上面 我爸不知道哪天 出了什麼毛病 就是大掃除 你知道嗎 連我房間那個 冷氣機上面的縫縫 一掃 怎麼他的菸掉下來 然後就過來 他說你過來 我想說我做了什麼事嗎 我想說應該是什麼東西 被發現 後來就說 你幹嘛偷拿我的菸去抽 為我要被打 他說你 等你十八歲之後 再抽 再抽 你現在還沒成年 你什麼事都不要做 你十八歲要幹嘛 都要幹嘛 所以你爸 不是 他就說因為 他就說他也是男 他也是從小這樣子 因為他是野抽嘛 對 然後他說他不能先做 那是 我是當兵 才拿到菸牌 他覺得說你當兵了 那你什麼時候開始抽 我 你什麼時候開始抽 當兵結編 就是七歲 你當成功 沒有啦 這麼愚昧 你前面剛才抽菸是 會抽實菸是因為拍戲 因為你還是一樣這樣嘛 因為都演壞學生嘛 他說你會不會抽菸 就這樣啊 不是啊 你要吸下去才是 當然嘛 你就吸吸 但是也沒有什麼 你們不會去買菸啦 都是在現場 人家說 小啊 要不要抽個菸 都打菸了 這樣好嗎 就抽嘛 然後到了 後來是去燈光公司打工的時候 還會買一包菸在在身上 然後就去當兵嘛 當兵後來回來才開始抽比較多 真的喔 所以當孩子當兵的時候 菸都會抽得比較多一點 尤其下步 對 我們那個時候當兵 我覺得有點變相鼓勵 你抽菸的感覺 對 因為每個人一定兩條菸嘛 那假設說群鋒不抽 我們也會說你不抽啊 他還是照買 他的菸配合給我們 對 而且那時候不是長官會說 沒什麼事 休息一下抽菸 去抽菸 對 對 這麼好 而且那時候就覺得抽菸 是一個 休息的一個邏輯 而且是全民運動 男生了 對 那時候沒有菸鏡的時候 對啊 我以前看過那個跑步 那個最恐怖的學長 一定要跑前面 我吵五千是不能落隊的 落隊就跑不完 當然啊 跑...跑完了 已經這樣了 氣已經...氣關大 吵不過氣了 旁邊有學長走過來 好了 沒有 沒有 小褲子 你怎麼會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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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很弱的樣子 好 弱... 我們那個真的沒有 勇氣去點那根菸你知道嗎 朋友相約抽菸 最怕遇到這件事 抽菸有個大家一定有經驗 每個身上都有菸 但是我們都認為對方有賴 對方有賴 你知道嗎 大家都去這樣 沒有... 菸打得跟真的一樣 你...抽我... 大家都在等... 大家就... 火光...幫忙 五千是不能落隊的 落隊就跑不完 當然了 跑...跑完了 已經這樣了 氣已經...氣關大了 喘不過氣了 旁邊有學長走過來 好 就很弱的樣子 好 弱... 我們那個真的沒有勇氣去點 那根菸你知道嗎 我們有一個朋友就是這樣子 不是 那個時候當兵的行為模式 就是只有這樣的行為才是 我老子是老逼 我體力是... 要不然你想 跑步都穿個短褲 你哪帽子啊 一根菸一根打火機啊 都是故意藏好 然後全部走 然後就點起來 他說老兵才有辦法 拜託 好 你抽菸被抓過 你沒有什麼理由被抓 不會 因為我爸... 我爸就是都有抽的啊 所以他以前會遞菸給我的 所以沒有什麼抓不抓的問題 很酷 對 因為我以前在美國是... 不是那種有抽菸的環境嘛 對 其實我在美國菸抽很少 因為空氣好 你根本不會想抽 不是 因為抽菸太麻煩了 對 然後第二個就是去那個迪士尼 那迪士尼多大 好大 好大 抽菸只有兩個地方 對 就是像別的迪士尼 起碼有四個 四角 對... 他那是只有兩個 就是你錯過了這個有沒有 小孩子 你想要再抽菸一公里外 西菸區在哪裡 在... 在... 你為什麼在... 在... 超穩的 超大的 然後就算了這樣 那我覺得那個環... 我覺得環境對抽菸影響很大 對 真的 尤其去迪士尼的時候 迪士尼雖然有西菸區 可是我覺得它西菸區很賤 它是露天公開 而且通常都會比 一般的馬路要稍微高一點點起來 你在那邊抽菸的時候 旁邊都是那種 很可愛的小朋友帶來家庭 你就永遠覺得 媽的 我在害他們那一種 日本人比較好 對... 日本是封閉式的 就最好進去 封閉就對了 進去大家都很開心 進去大家這樣 每個都很很這樣 為什麼 錯過了 錯過一個 因為... 封閉式的 然後錯很久 壓力很大 馬上再補一個 馬上點一個 然後錯過了 因為要回復到 迪士尼心情 這時間沒有那麼大的效力 不是 我的意思是說 他們就是 進來的時候就變成 好像你不在迪士尼 可是一出去迪士尼很可愛 你那個臉一定要笑嘛 情緒問題 沒有人家迪士尼是這樣 這幹嘛我在迪士尼玩 這個太怪了吧 對不對 好 接下來請教馬 馬虎健有被抓到過 有被抓到過 不精采也不要講 真的 這個覺得精采也不精采 手機關靜音了沒 手機關靜音了沒 請說 這個大事 我到現在想到這個事情 我到現在還心機有 你在哪裡被抓的 在部隊 心兵 就心兵的時候 你要真的心機有 心兵耶 真的 因為那時候 我記得我們剛剛心兵進去 因為心兵你是不能帶煙 然後也不准抽 不准抽煙 然後那一次 其實我同梯 我不知道他從哪邊弄來的 弄了兩個煙 然後我們那時候 就趁午休的時候 進廁所去抽 結果不知道為什麼班長就知道 我們不知道誰去告的 就過來進來就抓到了 抓到我跟媽媽的出煙 班長一定知道的啊 那有煙味嘛 不是有煙味 他就知道你們會抽煙嘛 因為你知道部隊廁所 它是很通風的 因為我想說那個煙 大概上去之後 馬上風一吹就 因為夏天嘛 一吹就掉 不會有那個煙味 誰知道還是被班長抓到 好啦 結果下午開始 午休起來之後 兩個人 寢視集合 寢視集合的 大家排莫志祺嘛 我跟他兩個就站中間 全部武裝 槍杯子 所有寢視裡面那個臉盆 鋼灰臉盆 全部兩個人來分 就頂著上面 然後開始 抽煙對不對 喜歡抽對不對 沒關係 兩包煙丟到前面 全部打開來 塞 你一手要 他臉盆 沒有...不是... 不是塞那個臉 小菊花 塞水的... 就小菊花吸就對了 我想說這麼樣子 讓你刻骨明星 應該是這裡的 對啊 這有精采啊 這有精采啊 你要不要改成現在那裡 讓你刻骨上表演一下 比較精采 然後呢 塞哪裡 塞嘴巴 塞了 差不多六七根 我們已經沒辦法塞了 然後呢 他想說 就兩個看 叫你吃掉 沒有 塞住 你嘴巴就伸 你不行 他整包煙幾乎都已經塞滿嘴巴 然後呢 就沒辦法講話了 然後點 開始點 然後你吸 開始抽 而且我們在抽之前 我們先... 他先讓你做 楊維琦 起座 伏寢 請 各做五十個 已經在喘了 然後那時候等於就在喘 然後塞煙 然後再抽 我說嗆到 我跟我同學兩個人 嗆到那個眼淚啊 鼻涕 一直流... 然後我整個人後來 應該很想吐吧 我說明在三口 我原來要咳 我咳不出來 因為已經卡在嘴巴那邊 我整個人倒下去 我趕快把那個煙弄下來 我就開始吐了 我跟我同學兩個人開始吐 吐到那整個寢室裡面 都是那個嘔吐的味道 很噁心 楊維琦 你有後面被抓到過嗎 小時候不是都在電動間 電動間 電動... 電動... 對啊 對啊 我們就在搖著 在那邊打電動 你幾歲啊 都在國小而已 那時候都在那邊咬著 在那邊打 魔術方塊 那時候都魔術方塊 台灣 高雄啊 對 高雄不是台灣啊 我猜 講到另外一個國家的 你還要幹嘛呢 後來打到一半的時候 就有人從我後面打下去 怎樣 我就... 就我媽 你... 他說... 對 我就嚇到 就趕快把鹽丟掉你知道 他說 你很死啊 結果回去我就被毒打 對 他說你太小就抽菸了 是 對 還有我高中的時候 就像國賢哥一樣 我們就被學長抓到抽菸 然後他說很愛抽是不是 早上六點就用那個 寶特瓶那個 全部裡面裝菸草 喇喇耶 每個人把它吞掉 就整罐喝完 對 那裡面都有一包菸 那應該吐吧 吐啊 太嗆了啊 拉得厲害 因為太高興 對 沒有 而且還會拉肚子太利了 太高興... 那你們教練會不會... 但是那時候我在高中 我是算 很頂級的球員 所以我們教練 就一次抓到我抽菸 就把菸放在這邊嘛 然後說 也是打我頭 每個人都愛打我頭 他說 吃這麼壞 因為那時候 因為去夜市玩到那個 贏到長壽的啦 長壽的 他說 拜託吃七千 不要吃這個 吃一份啦 教練對我們還不錯 因為那時候你是頂級的球員 對 很頂級 是非常頂級 那時候那一年高中 應該就是我最有名 最厲害 那打職業以後就沒人管 打職業比較不會 因為你出社會比較不會 有人去管啦 對 教練不會勸嗎 說你不要... 少抽菸 教練就 幹嘛要勸人 哪一位教練 這麼氣 所以哪一個線上教練 幾乎都有抽菸嘛 對啊 好啦 瑋哥這個就精采了 瑋哥抽菸抓到就是 發生什麼事 不是 我被抓 其實應該你們跟我狀況會很像 我是在學校已經三個 三個大過 三個小過 五個警告 再有一個警告我就散 三個大過 三個大過 不只有兩個大過 沒有啊 因為有功過底 那你就是留校查看的意思 對 就類似留校查看 就差一個就沒了 然後下課很平常 也不是什麼打架 什麼鬧事什麼 都不是很平常就下課 我們幾個人在廁所 找地方抽菸 找一個沒有人的教室 我們就在裡面抽菸 教室的前後門 不是都會有個窗嗎 我就負著把分 我就站那 突然發現一個那個臉 那個臉已經來不及 就像鬼出現一樣 你要躲已經來不及 他很快就從那鏡頭這樣 你就很快速的把那煙這樣 往回叼 叼以後就喊在裡面 喊在那邊 其實老師也知道 他隔著窗上去看 他就看妳可以憋多久 然後妳是弄到裡面 然後老師這樣的時候 我也沒有理他 我就很自動的把門開了 去我的教室 書包一背 我就走了 我也沒有去什麼 訓導處什麼 沒有 我就自己走 因為我是知道沒了 很自愛 就一個沒了 我就自愛的背著就走了 抽菸有一個 大家一定有經驗 就是想抽菸的時候 不管是地點好了 或是很多原因 就實際上你沒辦法抽菸 對 就以前有一個就是 不知道為什麼 就四個 我們四個都抽菸 每個身上都有菸 但是我們都認為 對方有賴的好 你知道嗎 他都去這樣 他都去這樣 菸打跟真的一樣 你... 抽我... 大家都在等 然後大家去講 你沒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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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你沒... 四個人同時 就是 你真的沒賴的 怎麼會這樣 你真的 你就要騙了 是不是弄半天 四個都沒賴的 你有過這樣經驗嗎 這樣還滿長 因為我們在夜夜都會抽菸 然後其實同事很常 就是都會說 打火機借我一下 我說沒有 尤其跟另外一個借 另外一個沒有 然後整晚我們後來 真的就是湊錢 就一次買 因為打火機會很常 不見 常擺著 對 我一次身上帶三個 那一晚回去 我找不到打火機 那是 就這樣擺在桌上 你只要稍微擺在桌上 對 我真的覺得 打火機是有生命的東西 而且我上面還寫 我這個意思對不對 我上面還用 四點兩種 一種就是一去 你知道 就第一天就 奇怪 我賴打還沒有不見 然後好 沒關係 我第二天就記住這個事 然後當然第二天還是核酸 然後手上起來 那前天嚇到 我沒看到 我沒看到 沒有手指 對不對 而且七八個賴打 因為他不是乳養的 所以拿回家放著 你明明就要放那 就跟著 他就不見了 對不對 又不見了 又消耗光了 奇怪 但是有的人是那個啦 習慣點完煙之後就這樣 對 奇怪性的動作 因為那個千輝的打火機 太便宜了 對 因為你知道嗎 一盒一百塊幾十個 而且討厭 這顏色都一樣 都一樣 對 每次都 我就是黃的啊 然後在那 我有兩個黃 久藏一口的感覺 翻譯全寫在臉上 因為太動嘛 零下三十四度 動到一個就是 煙應該要很燙的 可是你吸一看那個空氣 是冬到肺裡面到 真的抽兩口 兩煙耶 沒有感覺 不抽了 一個月沒抽了 一樣到台北 那一口煙一抽下去 真是全世界最美味的 一抽下去就... 火光 幫忙 好,你有沒有想抽煙沒辦法抽 我覺得應該就是 坐長途飛機的時候 那不用想 那都不用想 對啊,那個就一定會比較 就是說 你就等說 什麼時候要下飛機了 然後之後一下的時候 一出機場 然後一聞到那個當地的 那個國外的新鮮空氣之後 就... 趕快就... 來一個燕 就同時吸了那個外面 新鮮空氣 然後再抽了進去 終於熬過了 終於熬過了 我們那時候 我剛才有最... 出國第一次坐飛機 他們那時候飛機上 還可以抽煙 以前可以抽煙 對 對,以前那個還可以 那飛機是絕對是 他還在搜尋嘛 最長的 因為我記得我上 有一次去歐洲就是 去那個土耳其 就是要轉兩艘飛機 然後因為你知道 在在新加坡轉 在杜拜轉 這兩個地方 它那個吸煙區都... 因為新加坡幾乎是 沒有辦法抽煙 所以幾乎都找不到 所以那個 你變成一直要到 大概中間十八個小時之後 你才能再到土耳其 到的地方之後才能抽 可能那抽的第一口煙 我勸各位就不要抽了 因為抽完之後 你就開始覺得 你站都站不住 你就抽一抽 因為太久沒抽 你就覺得暈了 那你講的 那個冰添雪地 你抽不到煙了 那個是我在加拿大的時候 沒有 就是 沒有一個那個 有沒有一個冰添雪地那個 而且最糟糕的是 來賓他還沒接上 不是 有... 他還有嗎 那一次是去加拿大 然後半夜的時候 因為其實 那時候本來是想要戒煙 然後因為在那邊買煙 其實很貴 在那邊買 那時候我記得 合台幣的話 一包要四百五十塊 所以那時候我... 對 我去的時候 英治國家都有 國外賣煙 澳洲也是一包 而且貴就算了 還不好買 那當然可以去 因為他有一種 賣絲煙的地方 然後甚至想借 想說不要 可是那個買絲煙會不會 買絲煙出來 被逮捕 不要... 買絲煙 那個應該有所 所以他那個都不能在大型上賣 為了買絲煙 在土耳其銷社三年 在演藝圈不見 然後你在加拿大 然後... 所以那時候就是你買那個煙 就不能到商店去買 甚至一些他們那種 就是也是都沒有牌照的 小店裡面去買 然後那時候就是半夜 爬起來 因為太冷 然後突然就起來 然後就很想抽 然後又不知道去哪裡買 所以那時候開始打電話給朋友 去找 我大概找了一個晚上吧 就是因為那時候 已經半夜十二點一點多 大概開了店只剩下賭場 那我們去先開車 因為從那邊開到賭場 大概要開一個小時 到賭場去 然後賭場應該有賣煙 因為一般賭場可以抽煙 所以一定有賣煙 就到那邊去 他問說 對不起 加拿大境內的賭場 他是也不提供煙的 因為裡面也不能抽 你要抽還是要到外面去抽 結果他問 糟糕怎麼辦 後來他就開始打電話問 在那邊就開始問問問 問他說 還有一個賭場有在賣 是在西雅圖跟加拿大 邊界 邊界的地方 有些那種私人賭場 那裡面就有賣煙 好了 我們又從那個地方 從溫哥華的市區賭場 開車到那個地方去買 又開了一個小時 開了兩個小時之後 才找到那個地方 然後買到一個 就是他沒有像我們台灣 那麼多的煙 他都賣加拿大那種 可以一點的那種 專門的那種煙 那煙是他們給印第安元抽 你抽了一口你就覺得 很辣 那個味道 你是沒有辦法接受的 我在演一次那個 哇 把你美氣 一抽 喔 誰 你剛剛在幫你大一樣 對... 有更好味道 就是你不知道它那個是 感覺像是自己 在家裡手捲的那種 很奇怪 有可能 就要烤煙 就要烤煙 就很奇怪 你就抽一口 怎麼會這樣子 然後跑 花了兩個多小時 然後開車這樣跑那麼遠 結果買到一個很難抽的煙 然後抽了一口就OK了 對 所以那時候就覺得 可以擋三天了 怎麼會這樣 所以三天都在吐了嘛 對... 所以大概抽一口 你就沒有辦法再抽 再繼續抽那個味道 你只能就稍微聞一下那個煙味 去植一下渴 不過 我們大家講長時間不抽煙 那都是坐飛機唱作 對... 林俊鋒 我做客運 那一天算是你買了什麼錢 你現在做客運啊 客運也要五個小時 桶連客運 很久很久 那十幾年前了 那大家都講機場 到桶龍 桶連客運 不是 因為他們比較倒極 我沒有講貨車 不是 貨車為什麼很醜 醜淵 這個不到淵而已 對... 你中間也有休息的時候 可以抽啊 沒有...以前就是一路到 那時候剛好 那時候台中沒有休息的 塞十幾個小時 那時候是坐飛狗 飛狗他們就直接下去了 有廁所的 因為受不了 塞十幾個小時 受不了 我想說就去廁所 因為那邊不是有一個廁所 地下後面 對 下面 下面 就把窗戶 圍圍打開就在那邊 對不對 因為車速太快 煙就飄回來 整輛車全部都是煙味 然後怎麼辦 全部的人就說 那誰在廁所裡面抽菸啊 我就說 沒有 冷太久了 我真的受不了 後來被司機就說 一直罵我 說要不要在廁所抽菸啊 對不對 可是因為你去 你做壞事你會抽很快 你會抽很快就趕快洗掉 沒有感覺 你那時候已經是知名的球星了嗎 大學生而已 還沒有 還好 但是那時候算 快要知名 是算要知名嗎 快要知名 那時候坐那個比較便宜 那時候還沒有高鐵耶 是幾年前有沒有高鐵 三百塊 對 差不多三四百塊 對 不過瑋哥 你說 你在加拿大一個月也不抽菸 對 不是 因為 所以你也是 是在冰天雪地 然後山裡面 被灰塗 買不到煙 然後又到那裡 冰天雪地 看到一些啦 不好意思 你在猜 你為什麼呢 為什麼不 不是 我在加拿大 有一次MS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住的那個地方 我們住在加拿大是 加拿大的中部嘛 那真的就市面 就是冰天雪地這樣 然後國外有一個地方 是不是有狼 有狼 對 那我覺得國外 有一個地方很棒的就是 它哪裡都禁止你抽菸 對 就即便是有的時候荒郊野外 不能抽 為什麼 有沒有 所以我覺得它會讓你 就是盡量不抽 就算了 對 那我有過一次是 去加拿大看我兒子 我去一個月 你去還是會想抽菸 然後第一天抽菸的時候是 好 我兒子上學了 他上學去的時候 家裡沒人了 然後早上起來 吃過早點 吃過早點 到外面抽菸 裡面不能抽嘛 然後他們都不能抽 好 到外面抽 好 到外面抽 我光穿衣服啊 我穿了快半個小時 太冷 因為襪子要穿兩雙雪靴 然後雪褲再套上去 雪衣才能再穿起來嘛 雪衣穿起來 然後面罩要戴兩層 然後最後只能露著眼睛 然後露著一個嘴巴嘛 因為太動嘛 零下三十四度 哇 好 然後那個一站在外面 就很興奮 就抽菸德就很興奮 一站在外面 喇 喇 可是呢 其實在 你煙還沒有點頭之前 你一站出去你就發現 你身邊一直都是煙 就不停的一直都是煙 因為只要你呼吸什麼 他就一直煙 然後你那個一點以後 那個水蒸氣的結合 跟那個燃點 然後再加上你自己的呼吸 你根本搞不清楚 那到底是 什麼 什麼還是那個煙 你就一直在那邊 但是問題是 冬到一個就是 煙應該要很燙的 可是你吸一下那個空氣 是 冬到肺裡面到 真的抽兩口 涼煙耶 涼煙 涼煙 抽兩口只能洗掉 洗掉要進去 好啦 那一天 到了中午的時候 又忍不住 又出去抽了一根 抽了一根以後 我真的抽了兩口 我又去拿 我都發誓 我不要再抽了 因為他們太不適合抽菸 外面實在太凍 你為了抽那個菸 然後抽菸又不像 我們小時候抽的時候 會有點High什麼 沒有 沒有感覺 不抽了 一個月沒抽菸 然後我就跟妳好好講一下 一樣到台北 我沒有那麼怕菸 只是到台北 在外面等司機 習慣 對 等司機 然後旁邊又有人抽菸 我會有菸 就想把菸拿出來 那一口菸 那一口菸一抽下去 真的是全世界最美味的菸 一抽下去 對不對 那才是 對不對 那才有菸的樂趣 至少也還有 所以我覺得抽菸這個 還是環境的問題 環境 你看到了一些 這個抽菸比較不方便的國家 你漸漸的就 少抽了 然後也慢慢抽菸 很少 我那時候去美國 我還帶了菸去嘛 就回來 還有剩耶 因為沒辦法抽 不是 就是你就不會想抽嘛 就是不能抽 就不要抽嘛 就 對... 其實過了那個念頭 其實就不想抽了耶 但是那時候我戒菸是因為 我老婆告訴我說她懷孕 當天開始我說 好吧 那我就不要抽了 前面一個禮拜 我老婆還說 你不要裝了啦 你不要假 你跑出去偷就抽 你要抽就抽 沒關係 我說我真的不抽了 而且也不會想抽 怎麼... 因為戒菸有變胖嘛 變胖 對 一定會 一定會 變胖 然後你會變得 變得你會想一直吃東西 對... 容易憤怒 容易憤怒 對... 就像那個喝酒 你臨時戒酒 就會有什麼酒精戒斷症 對... 那個還是要循序漸進的戒 但是我戒菸之後 我酒反而喝多了耶 對不對 對啊 會 那請問一下 就是在座都戒過一人 戒成功只有好好的嘛 好好一個戒成功 六個月 現在已經六個月 媽啦 戒成功的意思是 戒了到現在都沒人在抽耶 斷了 真的啊 六個月 你們剛剛在抽 我在抽嗎 我離你們多遠啊 我戒過九個月 我後來不是在照相 所以瑋哥真的戒過九個月 真的 但是到現在都沒有啊 也不會想喔 可是你知道我今天不是拍一部戲 就是戲裡都是要抽菸啊 我都抽真菸啊 我從十月二十六號 抽到十二月十號左右 十五號 然後說不抽就不抽了 那一收工我就不抽了 對 那就是 你已經沒有引了 你那個時候只是覺得 我就這個角色 對 然後我們導演就說 彭哥你真的 收工以後不會想抽 我說不會啊 他說那你了不起 因為我每天幾乎都有 然後你一個鏡頭 一個CAD 我曾經是 對 那最多了 最羨慕我一個朋友 他很厲害 他平常不抽菸 等他跟你喝酒的時候 他抽菸 給我一根菸 我說你不是不抽菸 沒有嘛 喝酒 然後就跟你抽一根菸 然後第二天你遇到他 他還是不抽 有的人是真的 可以控制我覺得最厲害 他就只有在喝酒 或者是 或者說我們一大群人 大家都抽菸 就他一個不抽 他來一根 然後我們就 只要抽菸就出去 然後剩下都是女眷 他就一個人坐在那邊 他說我去抽個菸 不是 就是以前的我 他出來了 跟我一根菸 我說你不是不抽 你出來幹嘛 不是 你那種女人 我一個人在那邊幹嘛啦 然後他也就抽... 但是他就 我覺得這種人 所以我是最厲害 你真的戒菸以後 你再抽... 你再抽個兩三天 你也不會上瘾 是 對... 偶爾來一根也不會怎麼樣 對...不會怎麼樣 好好結果最長六個月 那你借過菸嗎 一個星期 淨淨了 什麼 一個星期的嗎 一個星期是因為什麼 就是沒有錢的 沒有 不是 還是怎樣 因為就是 以前女朋友會不希望我抽菸 然後也就是會 想辦法要我戒菸 然後就會 手機裡面也會叫我說 就放一些那種 陽尾的照片 或者是被黑掉的 對 然後就在看 就一開始會怕 因為我看過那影片 就是他們就什麼做實驗 把那租費 然後一直放菸 然後一直... 因為用那個什麼壓縮機 讓他一直抽進去 然後就... 肺黑掉 我就看那種害怕 我說我這麼胖 會不會找死 就是趕快就借了 試著借了一個星星 可是我在夜店上班 沒辦法因為 就是剛剛所有客人 會找你抽菸 不是 美國在這方面很厲害 我有一年 帶我兒子去紐約玩 然後去看那個大都會比賽 大都會那個棒球 你好有錢喔 十萬塊一張的門票 沒有啦 因為 我連七萬都出不及 他幹嘛 他住... 他是站在捕手後面的 然後我們就想說 早一點到球場 因為他很多周邊設施 可以玩 對... 那球場門口就有一個 雲霄飛車的裝備 你知道 我們一看 這是什麼 然後他們說這不用錢 你可以進去享受雲霄飛車 我就跟我兒子進去了 進去之後 結果它是什麼 它是一個影片 然後你感覺是進入什麼 從人體的嘴巴進去 然後就進入什麼 血管 然後到心臟 到肺 然後就是你抽菸以後的結果 可是這真的沒有用了 你看現在 現在菸盒上面都有那種 很噁心的突然提高 不管了 誰不買 一開始就怕 沒有 我覺得還是環境 環境 真的在美國 那個你要抽跟菸 真的很麻煩 真的 你比方說 我們現在錄影 我們突然有一根 點一根菸 你就會 就會想抽了 對不對 如果沒有人 沒有人你就沒有人 沒事 就沒事 沒錯 那馬尔先生借過幾天 我最常借過 不是 現在是 現在是 虎爛大會是嗎 從一字裡還要講到三天 慘了 那我先講結論 面對孩子抽菸 老爸們反應各不同 借過一點之後 想再借 就是因為小孩子 有一次我把菸放在桌上 老大還小 走過去就 拿起來吃 然後太辣 還是在那邊哭 不是 你要集合 不是拿出來吃 是拿起來疊 對 對 老大說 你只能不能這樣講 對 不聽了你 亂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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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光 幫忙 馬尔先生借過幾天 我最常借過 三天 這不是羽毛吧 現在是虎爛大會是嗎 從一里還要講到三天 但我先講結論 我借過兩分鐘 你罵 你要知道 一天一包菸的人 你要能夠三天不抽 其實真的很辛苦 像剛剛他們講的 你為什麼不抽菸 感冒 不是 因為不方便 因為就是 什麼不方便 月經來啦 是雙爆炸 沒辦法硬 因為我這次去澳洲 他們跟我說 因為一般不是 去一個國家可以帶一條菸嗎 但澳洲它只能帶兩包菸 所以等於四十根 那我去一個月 我等於 這一個月裡面 我只能只有這四十根 所以我就變成說 一天大概頂多的量 就是一根到半根 澳洲沒有地方賣菸 有啦 有 很貴 有地方賣菸 但很少 那一天下來 其實我覺得也還好 就是說 你只要不要去想到那事情 周邊沒有人抽菸 也沒有菸 我聞到菸會的情況下 你就不會想 你就都不會再想 所以慢慢就習慣了 然後一直到第三天 是人家找我去 去夜店喝酒 然後 因為只要一喝酒 然後看旁邊 就大家都在看著在那邊 拿菸起來再抽了 你就想說 對喔 是不是有那個菸 其實喝酒之後抽菸 不是心態的問題 是生理的問題 為什麼 因為你喝了酒以後 你的那個血管 會擴大 那這個時候 你人體就會不舒服 那當你抽了那個 尼古丁之後 它會讓你血管 又會縮回來一點 所以說他們為什麼說 有些人喝了酒要抽菸 不是有一點生理原因 菸酒不分家 對啊 就是這個原因 難怪你看威士忌 一下去之後 馬上又點一根菸 費工提前是這樣 不要拿下來 菸 這什麼境界 這好嗆 你不要收拾菸 同學一直收拾... 馬國賢 你故事講完了吧 三天呢 為什麼三天呢 三天是什麼原因 就身邊都沒有人抽菸 我就可以慢慢這樣 第三天到夜店 就不想那是 對 我就沒想到這個事情 是一直到第三天 後來他們找我去夜店 我們去喝酒 你講到瑋哥快睡著了 我們喝酒 講完了嗎 還好啦 我可以再撐一下 撐一下 撐一下 可是那三天之後 你就沒有再想到街頭 可是後來到夜店之後 一抽你就又在想 可是這次去 我覺得到國外 真的是借菸的好方法 就是說 因為你到那邊 第一個取得... 那你錄完影坐船 去菲律賓嘛 菲律賓那邊很容易買吧 對啊 你要去那種 真的就比較難買菸的國家 然後桌邊也沒有人抽菸 因為其實去到那邊 你發現其實很多人 是不抽菸的 因為第一個 他們都覺得太麻煩 然後菸也貴 先過 來 我哥哥你有借過菸嗎 有 借過一年 跟人家借 一年喔 那時候就是因為 借了一年 借了一年 錢那麼少錢 要選拔嘛 就是明年要選拔國手 所以我們同儕 就是我們那一借的 就大家說 不要再抽菸了 對 別吃菸 你只要運動的時候 不要抽就不要抽 看誰借得到 那時候就是因為選拔 後來大家真的 借了整整一年 結果你沒選到 你就生氣了 沒有選到啦 我想沒選... 現場就好 球場都... 每年幾乎都是我選到的啦 立刻宣布 林俊鋒沒選到 我教練上來 對 後來是因為想 後來有借過一年之後 想再借 就是因為小孩子嘛 因為有一次 那時候我小孩子 我老大還小 走過去就 拿起來抽 菸拿起來吃 太辣就在那邊哭 然後我老婆就罵我 我前妻啦 就一直罵我 罵我就說 我就走到後陽台 我說好 考慮 再點一根 考慮一下要不要借菸 對 到最後 就沒有人來借菸 我就想 這是我的書 以後 不是說我老婆 就是要做自己的 不是啦 那我就把他煙擦到 是不是父親了 你還在讓小孩子拿大刀 你也是在抽煙的人 換你 我沒有 那你要教好嘛 他兒子拿到他的煙 就完全不敢碰 就只敢在那邊 Daddy... 然後就放回去 為什麼 因為他兒子聰明 沒有人拿過來要咬嘛 不是 因為我兒子 說我兒子很笨就對了 不是 你要教好嘛 後來他... 不是 你要教 不是拿出來吃 是拿起來點 對 不是啦 沒有 不能這樣教 對不起 我父親了 你不要亂講 亂講 好不好 對不起 所以我兒子現在都很討厭煙尾 一樣 都會叫我們戒煙 沒有 小時候都討厭煙尾 對 長大就不一樣 對 那程維銘 你當初為什麼要戒九個月 我說真的 我戒煙的理由沒有理由 我就跟彭哥也很像 我就有一天在家 因為你知道做模型 就是煙會一直點著 哪怕你就抽一口 就覺得 一個決定 對... 抽一口 然後就放著 然後就 所以一直都是煙尾 我有一天突然覺得 好難聞 那整個家裡空氣 熏的 對 熏的 就熏到身上什麼 就把它洗了 洗了以後 接著你就會發現 沙發裡面也有煙味 房間裡面也有那種 沉黏煙 煙好難聞 我就不抽了 我就不想抽 然後為什麼要抽呢 後來就跟你過去 奇怪 怎麼沒有味道了 對啊 太清醒了 像我都講了 要求您虛變 後來是怎麼樣 我跟你講 後來你就想了 你抽煙的整個煙靈 這整個歷史 其實我們大家都常常戒煙 你常常會想 戒煙 不要抽了 隔兩天又抽 或是隔兩小時又抽 你會有很多戒煙的念頭 可是我在 把煙點起來的時候 我是覺得說 我沒有什麼不良事 我甚至不希望 你們在家裡 可以自己搬一點 我沒有 就只有抽煙而已 然後你知道有的時候 到那個攝影棚 或是拍... 通告還好 拍戲常常現場你一等 不知道在等什麼 然後有的時候又冷又類似 很多時候不知道在等什麼 就這個時候你會想到 其實我並沒有那麼 真的想要戒煙 就自己幫自己找理由抽 對 對 OK 你就自己幫自己找理由 那我自己也覺得說 其實我也沒有那麼依賴煙 只是太無聊了嘛 你就開始抽 然後我抽 我就復抽以後到現在 我本來是一天兩包 或者是兩天三包 然後我現在就是一包兩天 你知道台智園 以前我還沒戒煙的時候 台智園每次幫我說 兄弟 你們要戒煙啊 對不對 你看 你們抽煙抽多久 從小從小到大 你的肺活量已經沒有大 來 跟我做一個運動 好 現在去吸口氣 一起吐喔 就是看誰的肺活量大這樣 然後我就 他已經塗完了 然後我大概已經塗完了 然後大家看我還在塗 好好 你不要戒煙 以前我還沒戒煙的時候 台智園每次幫我說 兄弟 你們要戒煙啊 對不對 你看 你們抽煙抽多久 從小從小到大 你的肺活量已經沒有大 來 跟我做一個運動 好 現在去吸一口氣 一起塗喔 就是看誰的肺活量大這樣 然後我就 他已經塗完了 然後他已經塗完了 然後他看我還在塗 好好 你不要戒... 你不要怕那個了啦 我都跟了 人戒還是要戒 剛剛我們一看就講 其實人生做的最壞的一件事 就是學會抽煙 真的 因為這個完全沒有好處 不只是對自己 而且對別人也沒好處 沒有 其實我覺得煙 我覺得台灣政府的態度 我說實話 雖然我們都是抽煙的人 但是我真的覺得 我們台灣政府 對煙的態度 太軟了 對 你看我們一直都知道 在國外買煙很難 買煙很嚴格 煙價錢很貴 台灣政府是沒有態度 對 台灣買煙 太容易 而且老實講 太便宜 然後這個環境裡面 我們很容易抽煙 我覺得就是 煙你如果是好東西 那你國家賣 OK 增加稅收嘛 他因為不好 可是不好 那為什麼你國家又要賣 同時又要禁止我們抽呢 所以我覺得 是 很難的 陳惠銘待會兒 就會被外面的 抽煙協會殺掉 不是 你現在是你現在 會... 是名字 我自己講 就是抽煙真的是 對大家對自己都不好 那能不抽就不要抽 但是現在的環境 真的比我們小時候好很多 好太多了 因為這個抽煙 不再是個理所當然的事情 抽煙不再是一個 唯一的社交的方法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說 現在醫院最好是 它有戒煙門診 對 其實這個 其實大家一起努力 讓這個煙蓋越來越少 越來越少 甚至於有一天 也許 無脫邦就出現 真的 沒有煙 無煙 對 為了自己也為了別人 好 結束 我們要抽煙了 快點 對... 不要亂講 謝謝觀眾 感謝